保障移工权益,围堵地下会队 立法员郭国文、钟嘉斌、林楚音及张宏璐大声疾呼 要求政府单位重视移工走地下会队所产生的各项问题 根据劳动部的资料,到111年底 越南籍移工约25.6万人 其次是印尼籍移工25.01万人 不过两国移工薪资会回母国的差异却达16亿美金 以目前汇率换算 移工采地下会队的金额一年超过500亿元 加上失联移工更可能上看千亿元 不受监管的资金也成为国内金融秩序的一大漏洞 因此立法院打炸小组成员 立法员郭国文、钟嘉斌、林楚音及张宏璐 特别召开记者会 要求跨部会合作 并提出包括订定落日条款 加强宣导、设置检举奖金 强化稽查非法会队资讯及查器失联移工等建议 希望有效防范地下会队 优先辅导人力仲介业者遵循合法管道 沿理人力仲介代办业务的弱日条款 第二个是强化稽查 包括社会群平台发布非法会队资讯 以及科技大厂收钱 当面收钱的一个查器动作 移工被诈骗或被卷入到涉及诈骗的 这些非法会队的水防 所以我们希望劳法署要加强 那么能够积极的提供 最好还能提供什么 这些移工 这个检举非法会队的检举奖金 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优因 希望让全国的民众 或是今天所有出席的官员 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 台湾不能成为一个合法 掩护非法的这样的一个漏洞产生 但是却视而不见 对立委强化地下会队的诉求 出席的各部位代表也做出回应 其中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副署长就表示 会将检举奖金纳入研议 我们在仲介评件已经纳入了这样子的 必须提供给移工的正确的 那个汇队的管道这样子的一个 评件的项目 然后刚刚委员也建议的部分 就是说未来要不要有检举奖金 这个部分我们 都不会来研议这样子的一个措施 此外呢 我们可能也会跟金管会来 针对仲介公司 办理地下汇队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分的部分 如果刚刚讲的 如果目前是合法有管道 但是可能有非法 就是利用合法的这样子去做非法的地下汇队的部分 我们希望说跟金管会来合作 加强来查处 郭国文表示 打扎小组会持续在各委员会 关注地下汇队议题 以避免持续冲击金融秩序 也进一步保障移共权益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道 语付进来 我说一遍 20222 回到车的角度 20223 20222 20222 汇阳 20222